骑着摩托车三个大人不但搞三贴 夸张的是还没戴安全帽 警察看到了怎么忍得下去 一路追上前 几个人低着头不敢看园景眼睛 眼神闪烁神情紧张 还一直遮掩手中皮包 园景直觉有意 突然叫起园景大哥 把包丢给朋友 却不小心丢歪掉在地上 果然欲盖你张 包里竟然藏着手枪 当场露线 交通违规小案 变成违反枪炮的刑案 冤警直接将人上考带回 不过现在随便什么人都随身带枪 附近居民也觉得傻眼 前几天有那个警察在注意 本来是条都不堵 要来的警察车后边 包包中搜出改造手枪一把和子弹五颗 而29岁翁姓嫌犯曾有枪炮弹 要前科 这把枪究竟是准备作案还是寻仇 警方还要再深入这一茬 继续华明俊泛亚乔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